我家仓鼠生气了 上次因为水饺不喜欢吃肉肉大餐 然后我就给他做了水果果冻 做完才发现果冻里面的吉利丁过期了 吓得我赶紧拿走不给他吃了 然后他就生气 每天不停的咬笼子 连抓也不给我抓了 时不时还想咬我一口 为了补偿水饺上次吃不了果冻 那今天就给家里的鼠鼠做几份甜甜的下午茶吧 先来一个果冻 是菠萝 菠萝尾 这个味道有点甜哈 一个果冻分给五只鼠鼠就够了 像家里的大叔大神可以给少一些 他们的联系不一样 吃的份量也不同 再来一包小点心 格子煎饼 这个看起来好小一块呀 我一口气就可以吃十个了 再来一个 把它切成小块 然后分给他们吃 里面的黑芝麻仓鼠是可以吃的 你们不要再叫我挑了 然后是超可爱的闽发糖 这个真的做得很精致 仔细一看我才发现 原来是爱心的形状哦 爱他们就每只来一颗吧 再来一条好像咖喱 其实它是玉米味营养泥 像我这样挤 可以挤出像沙拉酱的感觉 如果你挤不出来 这说明我们的酱是不一样的酱 再来一包颜色超可爱的奶香蔬菜棒 里面有两个颜色 是黄色和绿色 别看颜色不一样哦 实际吃起来味道是一样的 再来几朵漂亮的小花花 这个是意面来的既好看又可以磨牙 给他们来一小勺试试吧 最后再来点百搭的椰丝 无论是多么难吃的菜 只要加上椰丝都会变得特别的好吃 做好先拿给我们的水饺小猪猪 看到水饺吃的这么可爱 必须得拿出我新手机来拍个照 之前的旧手机也没浪费 毕竟放着也是贬值 就被我放到转转APP上卖了 价格透明打款快 还有顺风免费上门取件 我都换了好几台了 看看我给水饺拍了好几张 你们觉得哪张最好看呀 我��면 애 everyday 那怎么就够了我 我们 iPadależ的讯 opt戴 可以帮 amen 所以我们可以帮我们